我是千云,今天要说的书是 以我之名,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 作者是张曼娟 这是一本散文集,摆在书架上已有几年 当年只读了一次 如今再度拿起这本书,再看一次 感受果然大不相同 这是一本写给中年人的书 也是一本写给每个独一无二的你的书 中年人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呢? 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非常喜欢阅读香港作家艺术写的小说 艺术小说里的人物 女主往往独立自主 干练,聪明,甚至还带着一股霸气 经济独立,拥有自己的事业,坚毅勇敢 不再是典型爱情剧里那哭哭啼啼 弱小无助的角色 这样的女性形象 在当时还是少女的我的脑海中 慢慢的刻画出了当代女性的最佳模范样子 也常常幻想自己来到中年的时候 一定会是一个思想成熟 头脑清晰 而且还自由又有钱的女人 但眼见自己如今慢慢趋近中年 不但没有成为一位很自由又很有钱的女人 头脑也不见得清晰 在很多重大选择面前依旧会困惑、会彷徨 无法凭自由意志、坦荡、果断地做决定 看到社会的现实面也多了分茫然 工作的价值、他人的目光 那些不想承担又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或许这就是张曼娟老师在这本书里提到的 每个成年人都得面对的大人学 那是从自己内在生出来的一种大人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学着要如何成为一位称职的大人 要如何去承担责任 又要如何与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同时又不会失去自己 我们可以好好爱 可以好好过生活 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人生上半场承担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意志 以父之名、以母之名、以家族之名 我们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的意志 背弃了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自己 作为一个大人 应该以我之名 为自己做决定 承担责任 享受生而为人的快乐 与久违的自己重逢 感谢自己受过的伤 流过的泪 坚持的梦想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23篇散文 每一篇都很好看 中年人需要面对的 不只是自己外表的变化与内在的挣扎 同时也包括父母已经老去这个事实 张曼娟老师自己就是一位照顾者 从失智的母亲身上 他必须学习如何接受母亲的身体机能 正迅速退化这个事实 他就像在照顾一位小孩那样 一遍遍的重复回答着母亲的每个问题 帮助母亲练习写字 在他身边鼓励他 包容他的小别扭 常有人问我 照顾是一件怎样的事 其实都是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 日复一日的重复着 直到最后 最后之后呢 这些小事成为闪闪发亮的珍贵回忆 为照顾者独家拥有 除了照顾者这个身份 当时的张曼娟老师 还得面对自己作为一位 已到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 这个社会所赋予这样的女性的刻板印象 明明是大学教师 长辈介绍相亲对象时 却刻意隐瞒了这个事实 甚至还得伪装成小学老师 只因为太有能力的女人 往往不受相亲市场的欢迎 但是相同的情况 却不可能发生在单身男性身上 也因此张曼娟老师这样写 多年以来 我也发现许多有能力飞翔的女性 都隐藏起自己的翅膀过日子 就像是仙女藏起了她们的羽衣 其实不只是单身女性 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刻板印象 所带来的那些不舒服的感受 甚至这种刻板印象 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的自我认知 以及我们对他人的认知 就例如 男人必须一副高大魁梧的样子 好女人不该有太多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纹身的一定是坏人 某种肤色的人看上去比较高级等等 学会接受自己与他人的真实模样 不用再为讨好他人 而伪装成另一个人的样子 这也是大人学的一部分吧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会希望长辈们可以理解他们 倾听他们 更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 好好的接住他们 但是很多人一长大 就忘了青春时期的自己 也曾经不自信过 敏感过 软弱过 因此比起接住这些年轻人 拉他们一把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批评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像样 就例如我刚毕业开始工作那个时候 草莓族一词就很流行 草莓族曾经用来形容80后的年轻人 经不起压力与挫折 有如草莓一样不堪一击 但是现在很多80后已经成为社会上 非常优秀的领导人物了 那些更早一辈的人 可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 生活就是工作 工作就是生活 但是来到我们这一代 这简直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换工作 跳槽是很常见的 大家也开始提倡工作与生活平衡 也越来越懂得维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或许这些对那些老一辈的人来说 也是一种不够努力 不够上进的表现吧 以前就有朋友告诉我 他的上司看见年轻的下属 准时下班回家 都会感慨的说 现在的年轻人对公司都没有奉献精神了 因此现在轮到我在网上 看一些影片批评那些00后的工作态度 虽然会感到非常惊讶 但也会觉得也许是时代不同 观念不同所致 就例如以往大家对待上司的态度 可能比对自己的父母还来得更加的恭敬 客气容忍 但是现在的新一代 是将自己与上司放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直来直往 没有上下等级之分 没有谁比较优秀 更没有你是上司所以比较大牌的观念 因此现在又轮到我们这些80后90后 为那些00后贴上打工皇帝 整顿职场 不思进取的负面标签了 当我们这些曾经被称作草莓族的一代慢慢变老 有朋友告诉我 无法想象那些新一代的年轻人 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时 或许我们可以听听张曼娟老师的这番话 不用过度为年轻人担忧 倒是应该好好经营自己的中年期 因为年轻人会成长而我们且渐渐老去 我们已经慢慢成为大人 比起碰击年轻人不像样 此时如果我们是否有好好的接触这些年轻人 我们自己是否有成为一位像样的大人呢 如今青少年自杀率节节攀升 尤其是15到24岁之间 年轻人亲身已经成了全球化的问题 张曼娟老师在接触正在坠落的人这篇散文里 就描述了有老师如何接触正在坠落的学生 有精神科医师接触了正在闹自杀的女病患 还有一名父亲接触了因父母离异而离家多年的女儿 记得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也是当时我的班主任 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都是倒数三迷 尤其是数学这门科目非常让我恐惧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考95分以上 只有我都是在六七十的边缘徘徊 当时就感到非常的自卑 后来这位老师为我免费课外补习 刚开始很紧张 因为担心老师会教我教到吐血 也很担心自己会挨骂 可是老师一次都没向我发脾气 而且或许是看出我的不安 老师每次都会轻声细语的对我说 不要紧 你还能够进步一点 那年的小学六年级鉴定考试 在跌破所有人的眼镜下 我的数学生平第一次拿了个A 自那次之后数学不再令我恐惧 上了中学 这门科目也成了我最拿手也最喜欢的科目 在老师家补习的那段时光 没有害怕 没有自卑 没有痛苦 甚至还有点期待 成了这辈子最难忘的学习时光 现在回想当时这位老师正式接住了极其不自信的12岁的我 当时老师的样子在12岁的我的眼中 是一位情绪平和 充满慈爱 且闪闪发光的大人 漫漫人生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坠落时 能有人在下面接住 然而开始学习去接住他人 才是成为一个大人的必经历程 我相信许多人都是踏着破碎的自己 慢慢长大的 都是靠着荒凉人世间 偶然相遇的温情与善意 勇敢走过来的 我们若不曾被敲碎 是否就该成为那一抹暖色 一腔热情与一贯的温爱 伸出双手 牢牢接住在绝望中 不断坠落的人 接下来与你分享这本书中 我所喜欢的那些文字 仿佛别人的都比自己好 别人才是天堂 太多时候 人们处于羡慕与嫉妒的情绪中 感到不安 日夜难安 如同承受着刑罚 别人不一定在天堂 自己却先走进了地狱 很多时候感觉都只有一半 快乐一半 忧伤一半 喜欢一半 讨厌一半 不多也不少 正好一半 因为只有一半 或许才是最好 家庭是否完整 不在于多少人在 而是在的人有爱 爱如此抽象的东西 却胜过一切物质 爱不一定喜欢 不一定接受 女儿知道母亲爱她 却也知道母亲无法接受 她为自己打造的理想生活与幸福未来 不喜欢的爱 比不爱还要痛苦 网日的忧伤已成过去 未来的焦虑无济于世 我认识到此时此刻才是我唯一拥有 为了不让今日成为未来的遗憾 只有尽力做到最好 我要搭乘的 是不断向前的人生列车 世上只有两件事 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 大多数的烦恼 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纠结在一起 自己的事处理不好 却想干预别人的事 在照顾现场 照顾者感受到自己心中的曲折 也看清了高台上观众的样貌 那些愿意走进场中 为照顾者滴一杯水 或是送上一个拥抱的人 都是品格高尚的贵人 大人是有承担力的 勇敢、自信、慷慨 在必要时愿意接触坠落的人 最困难也最重要的 是接触自己 接触自己就是接受自己 我们要成为一位怎样的大人呢? 我们的童年 我们的少年已是不可逆转 来到现在 我们终于能自己决定 要成为一位怎样的大人 这个大人 会给我们年轻的下一代的心灵 带来的是阳光 还是留下阴影 这个大人 会陪伴我们的上一代 走过怎样的路 是没有懊悔 还是充满遗憾 这个大人会是如何与自己作伴 在跌跌撞撞后 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也终于不再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 这些都是美名大人来到中年 都该去思考的大人学 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本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